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買電視買大不買小 但是單身租屋處的小空間擺不下 主流尺寸又是55吋 那小尺寸有沒有好選擇呢? 當然有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台43吋QLED電視 來自世界銷量第二的海信 海信43吋QLED金屬量子點4K HDR 連網液晶顯示器 它採用QLED金屬量子點 色彩飽滿豔麗 適合小支租屋空間 壁掛上牆 同時內建Google TV系統 連上網路即可收看所有內容 不用電視盒也不用拉地視台 畫質與顏色都是上選 而且它還內建遊戲模式 自動低延遲 最適合工作念書之餘來放鬆一下 而且最棒的是 如果你桌子擺了下 43吋拿來當作電腦顯示器 根本爽死 好,不囉嗦,我們就來開箱 OK,Let's go! 話說上次403大地震 我弟家也是受災戶 一覺醒來電視就炸了 整個睡在地上沒救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摸摸下單 因為它的家是小空間 所以我們就只能選擇小台的電視 選來選去我覺得QLED電視 是目前比較好的選擇 待會我會講為什麼會選擇台 那他們會直送到府安裝 全程保證開機沒問題之後 你再來簽收 那這樣子 你可以保證你網購電視破片的問題 相信我 處理破片真的是超級麻煩 簡單科普一下海信集團 海信成立於1969年 2005年 它推出中國第一款影像處理晶電 那2015年 就托管美國SHOP的電視業務 並且收購SHOP的墨西哥工廠 2018年開始收購Toshiba電視 全球40年的品牌授權 所以現在Toshiba其實就是海信的 2022年成為世界盃全球的贊助商 那目前電視出戶量是全球第二 2024年由台灣瑞旭科技進行總代理 好 接下來我們直接看外觀 海信4K HDR 聯網液晶電視 它的邊框非常的薄 幾乎是全面屏的程度 那機身尺寸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家裡的電視櫃 擺不擺得下 好 機身厚度也大概只有1公分左右 那它在右下角有特別標示 Dubi Vision Automus 杜比世界 那你擺在電視櫃上面 就有一種無邊界的視覺感受 這台海信43吋 QLED採用懸浮全面屏 傳統的電視邊框會高於面板 但是海信43吋 QLED 則是螢幕全貼合邊框 所以視覺感受會更一致 那製作工藝要求也會更高 你看這個畫面 它整個人像是要爬出來一樣真實 好 再來我們來直接看重點 就是它的畫面表現 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翻拍一些 Netflix YouTube上面播放的電視畫面 我相信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效果 它是一台看得到差別的電視 像最近很紅的類似女王金智元真的是太美了 4K HDR的畫質可以讓電視看起來像劇照一樣 那亮之臉面板的顯色特性 就是色彩飽和度很高 那它的顯色數高 所以就可以更接近人眼看到的畫面 所以就更顯得真實 我覺得QLED電視跟傳統LCD電視的最大差異 我覺得是最高亮度的對比度 像一些舞台表演 它裡面會充斥著大量的燈光 那傳統的電視很難表現燈光的效果 QLED加完整HDR的支援 除了可以讓暗的地方更暗 更可以讓該發光的地方真的會發光 它有一些燈光的地方 它就可以透過它的超高亮度 讓你的畫面呈現起來 那個地方真的是在發光的 所以你在看舞台表演的時候 整個爽度會升級 我之前在部落格有寫過一篇文 去整理目前電視面板的比較 目前電視面板的主流排行是 Mini LED大於QLED等於OLED再大於LCD 那OLED跟Mini LED雖然它非常好 但是價格都比較偏高 而且屬於高規機種 所以如果你有預算限制 目前售價最合理是QLED 它的色彩表現好 壽命也更長 而且有低耗電 並且接近連續光譜高顏色性的優點 以性價比來說 QLED機種絕對是首選 它是原生的Google TV系統 聯網就可以看 目前很多電視都標榜聯網電視 可是你買回家才發現 只是單純可以上網 那系統就根本不是Google系統 甚至還不能安裝APP 像很多韓系的電視 像三星、LG 就大多屬於這種自幹系統的電視 不能安裝APP 也不能過充 那這台海信43吋QLED一開機 它就會秀出大大的Google TV 進入桌面 也是完整的Google TV系統 它有預先安裝的YouTube、Netflix、Disney Plus、Prime Video 也都可以原生支援4K HDR播放 在遙控器上面也有快速鍵 可以一鍵開啟 省去你切換的時間 而且重點是它的擴充安裝第三方的APP很方便 你打開Google Play就可以直接安裝擴充 那如果你要安裝第三方的APP 只要你手邊有APK檔案 你就可以直接插隨身碟 直接安裝 像這個比較特別版的YouTube 或者是能夠避免安博盒子的APP 讓你有海量的電視電影資源可以看 有興趣的朋友 我的部落格都有教學 還有一個重點是HDR HDR比較特別 它是硬體廠商跟軟體廠商買認證 你硬體規格到了 但是沒有給軟體廠商繳規費 你就沒有辦法正常秀出HDR 這一台海信43吋QLED 它原生支援杜比世界 那像是你打開Netflix 杜比世界HDR的圖示 就會直接秀在影片預覽上面 你可以自己家裡看看 你的手機 你家裡的電視 能不能正常秀出HDR 像我之前買過別家的電視 它沒有原生的Netflix 結果我自己裝的第三方Netflix 不只沒有HDR 連畫質都會受限到720p 這台海信43它也支援語音遙控 藍牙遙控器本身就可以支援語音遙控 中英文的辨識度高 電視的下方也有內建原廠語音 麥克風遙控接收面板就在下面 好我們來講一下它的語音遙控 每一台安卓TV Google TV 其實都會有戴藍牙語音遙控器 那上面會有麥克風 你直接用語音喊的講指令 大家其實都聽得懂 但是這台海信電視 比較特別就是它的機身內建麥克風 而且是原廠麥克風 那你可以在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說你家裡的廚房 然後你可以做飯做到一半 無聊你想要聽個音樂 也沒關係你直接在廚房 喊指令它就聽得到 我來示範一次 OK Google 打開YouTube播放音樂 它就會隨機幫你播放一點音樂 那你也可以在廚房 然後直接喊指令 加到調整音量 OK Google 音量調整到40% 好 OK Google 音量調整到5% 它的音量其實非常大 而且它的喇叭是不錯的 中音低音都夠 所以內建這個遠距麥克風 其實就讓你多了一種選擇 你可以不用隨時找到遙控器 那你也可以用遠距的方式 用語音的方式給它關機 OK Google 電視關掉 它就會開始進行關機 可以嗎 就關掉了 像這樣子就很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台電視 當作家裡的智慧中心 來控制你家裡的智慧家電 再來我們轉過來看一下 它的IO介面全部都位於左側 電源在右側 有兩組USB2.0 有藍牙5.0 三組HDMI2.1 而且是支援4K 60Hz 那有光纖輸入 網路3.5音訊輸入 其中一組HDMI支援eARC 整台電視的重量很輕 整台含底座只有19.2公斤 所以你很適合壁掛 壁掛的壓力變得很小 從地震過後 我相信很多人買電視的選擇 都會直接選擇壁掛上槍 這台電視它也支援畫質生平技術 簡單說就是你看的影片 畫質未滿4K 它可以透過內建的晶片 計算周圍相鄰的像素 自動補償合適的色彩 幫你把影片升級4K 那你在看YouTube 愛奇藝 這些1080p的影片 畫質看起來就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不能不提到的 就是遊戲模式 GameMode Plus 海信4三順QLED 它支援VR 以及LLM 自動低焰磁模式 這兩個技術可以自動偵測遊戲機 當它自動偵測 判別是遊戲畫面的時候 就可以有效消除延遲 斷訊畫面撕裂的問題 讓遊戲體驗就會更流暢細緻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平常沒事喜歡看一下NBA 棒球 它支援MEMC 運動增補 它就可以針對球賽 動作片 這種場景去進行運動估算加動態補償 那你配合這個背光掃描 精準複製場景 就可以提供最大的清晰度 很多人都會有手機投影的需求 那這台電視比較特別的是 它支援Google加Apple 雙系統的手機投影 而且是原生就支援 它原生就是Google OS 所以安卓手機當然是可以直接投影 可是它又直接內建AirPlay 2 所以它就可以直接讓你用iPhone 直接這樣子把你的照片影片 順利的直接投在你的電視上面 而且可以直接做切換 還非常的流暢 真的是很方便 說真的43吋 以電視來說可能不算大 但是如果你把它擺到書桌上面 那可就是巨型螢幕了 它有原生4K 有HDR全支援 插HDMI 又可以自動偵測遊戲機 自動補償 玩遊戲整個就是爽啊 如果你是豬屋族 空間有限的朋友 你家裡擺不下電視 那你剛好又要換電腦螢幕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台 當作同一台顯示器 平時工作拿來當電腦用 休息的時候 遙控器直接轉一下 就變成電視 然後又可以直接接電腦打遊戲 一機兩用又省空間 好 我們總結一下這台海信4 3吋QLED金屬量子點 那目前市面上的QLED量子點電視啊 畫質與顏色都是上選 對於喜歡追劇看片的朋友 都是極致的享受 畫質有多好 其實我前面我都拍給你看 體積非常小 色彩畫面都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小空間租屋族的朋友 你想要極致影音享受 想要遊戲體驗 不只是可以在客廳當電視 也可以拿去書房配電腦 當作最屌的電腦螢幕 而且最重要的是 售價是15000有找 有需要的朋友 傳送門在影片說明欄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如果大家對這台電視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